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我是万万不敢相信,曾在台湾市场上风靡一时的Obo Corsa,最新小改款车型变得这么有型,直到现在还有不少车迷仍然记得德国小巨星这个响亮名号,原厂推出了最新第六代中期改款车型,不止整体造型变得更加帅气,汽油车型也新增了48V轻油电系统,这使得Corsa成为Obo品牌首款配备轻油电的车款,回想Obo在台湾一年能卖上一万多台新车的辉煌时期, 其中最主要的热销车型就是Obo Corsa,如果未来有机会引进全新改款Obo Corsa,不知道是否会再度引发抢购风潮,至于最新第六代中期改款车型有什么亮点,先从外观来看起,首先它采用了Obo最新的设计与会,也就是Obo Visor,这样的设计元素也在Astra和Grandland等车型上应用,车头是改款的重点,使用亮黑色的封闭式水箱护罩被称为闪电风镜,并将头灯整合其中, 这使得车头的外观更加精致,颜值也提高了不少,小改款Corsa还配备了最新的LED矩阵式头灯,它由14个可独立控制的LED灯组成,能够提供更精确的光型变化,使照射范围更广更远, 同时不会造成对向来车炫光,提高了行车安全性,在车尾方面变化幅度相对较小,主要集中在厂灰和车型名牌上,使用了熏黑字样处理,增添了一些神秘感, Obo Corsa的内装在小改款中也进行了一些变化,整体而言内装的布局基本保持不变,但新增了采用高通晶片的10寸多媒体触控萤幕, 具有更快的系统运算速度,同时支援导航联网服务,语音助理,无线Apple CarPlay以及Android Auto连接,还有OGA无线更新等功能, 这意味着如果有一天Obo Corsa重返台湾,数位仪表和中控萤幕将具有全中文化的界面,此外内装的其他部分也进行了一些微调, 例如座椅表面纹路,方向盘和线传排挡造型等,目前尚无法确定Obo Corsa是否会随着Mocha和Grandland等车型, 重新回到台湾车市,Obo在过去靠着Corsa车型,在台湾小型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,主要的策略就是相当合理的价格, 可以肯定的是,Obo Corsa在台湾市场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粉丝基础,尤其对于那些熟悉Obo品牌且喜爱德国小巨星的车迷而言, Corsa的小改款带来了许多更新和改进,包括外观设计,动力选择以及内部科技等方面, 这些变化将会吸引到对Obo Corsa感兴趣的台湾车迷,感谢您的收看, 也请持续关注中天车想家频道,我们下次见。